这是一个特别传奇的特别著名的一个混响设备 来自于AKG的BX20 大家好,我是Alex 突然想起了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这款非常非常重要 也非常好的高品质的混响插件 来自于UAD的平台的AKG BX20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设备 60年代起这个设备面试以后 就被用在无数的特别经典的音乐上 这个东西本身是一个混响设备 一个放的盒子 然后里面有它的混响的Tank 有两组不一样的弹簧 最开始这个东西做出来 是为了模拟那种大厅混响 特别平滑或者特别宏大的那种声音 而这个弹簧混响本身并没有像我们经常说的那种传统的 像吉特的弹簧混响那种特别的Boying Boying的感觉 而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华丽 非常的奢华的那种感觉 有很多特别老的那些设备仍然在服役 而UAD开发的这款插件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去模拟了 本身硬件的这种特点 所以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AKG的这款设备 很多人可能在一些照片里面见到过 一个特别漂亮的木头盒子 也不小了 但是在当时来说 确实已经是非常的便携的这么一个设备 声音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插件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功能 首先第一个它有它的输入 这个输入有mono和stereo 这个地方我需要解释一下 如果你输入的是立体声音轨的话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选择是 你可以就按照左声道右声道这么输入 然后通过这个插件以后 你的左声道和右声道的声场 还保持着原来的位置 基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立体声进 立体声出的这么一个处理 或者你仍然有一个选择是 你可以把输入的立体声的信号 变成一个单声道 输入进来以后 让这个插件或者这个设备本身 帮你去创造出立体声的声场 这样的话 你的输入的信号的立体声的声场 就会混在一起 但是输出的时候是通过这个插件 来混出来的立体声的声场 很典型的一个情况 就是假如说你只有一个低段音乐 左边有声音 比如左边有一个吉他 如果你把它变成单声道 mono输入的话 那这个插件算出来的声音 就会遍布你整个声场 而不仅仅是在左边 如果你希望它留在左边的话 保持这个声场位置的话 你去用stereo 也就是立体声的输入 direct这个钮是 如果你希望你输入的信号进来 有干信号 那你就可以点上这个direct 它会把一部分干信号输入进来 当然如果你在发送轨的话 你一般不需要用这个direct 这个按钮 再往下呢 它有它的tank select 因为它这个设备里面 一共有两组tank 就是两组弹簧 那有A和B 你可以只用A或者只用B 或者是把AB结合在一起 这样的话 A会帮你算左边升到右 B会帮你算右边升到 这样的话 产生的声音会更平衡 更平滑 如果我选择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它下面这个灯在闪 这个灯闪是因为 它这个插件不光是一个 简单的算法或者是模拟 它是一个这种convolution 真实的评想和计算算法 混合的一个 它需要一些时间来调整 它整个插件里面的算法 所以当你在调整一些 这些设置的时候 它下面这个灯会闪 直到这个灯不闪了以后 你的这个插件 才是完全准备好了 去处理的信号 所以有些参数是 你是不能去做这种automation 因为它没有实时的这种能力 但这种特点能够给 插件最大的音色方面的优化 非常非常的好 下面是它的均衡 你可以控制低频高频 然后这有个低切 这个低切应该是在80赫兹 所以如果你认为 你的低频的 不需要那么多混响的声音的话 你可以给它切掉 因为很多的时候 这种混响 你会去用很宏大的那种感觉 但是它的低频会堆积 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去降低一些 而低频base 这个是在150赫兹的地方 你可以增减 然后treble的话 应该是在5K的地方 可以增减 所以treble这个地方 高频的地方 你很明显 能想到在人声处理方面 它会很有帮助 因为在5K的时候 会提升那种亮度 接下来 如果你没有用在发送轨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Dry和Wet 干湿信号混合 如果你用在发送轨的话 你就默认点上这个 Wet Solo 如果打开的话 那就是干湿信号混合的 如果点上的话 就是全湿声 放在发送轨上 可以pre-delay 语言值 也就是声音会 比你的主体声音 稍微的晚一点出来 让它稍微有一些层次 接下来呢 Channel 1和Channel 2 这个是DK的时间 也就是基本上是秒数 这个也是同样需要等的一个 比如现在把它调成2.5 下面那个灯再闪 你需要等它好了以后 然后再开始去使用 Link呢 就是左右是不是一起的 你可以单独调左边 或者右边某一边 长一点 或者短一点之类的 好 我们把它点回来 然后接下来呢 两侧的音量 和两侧的这个Pen 就是声场 你可以把它们都放在中间 变成Mono 或者是 左边在左边 右边在右边 最后有它整个的Power 就是Bypass 所以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 但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好听 我们就拿一个人声 来简单的听一下 我这个地方人声呢 干声是这样子 我现在把它加进去 你听它的音尾非常非常厚的一种感觉 非常的结实的一种混响的声音 非常的饱满 同时你会发现这个人生我处理 有很多的那种过载或者是颗粒的感觉 很多的时候呢 混响能够帮你把这种声音变得很模糊 在你在整体音乐中 突出人生的这个声音的时候呢 帮你把这个整个声音在背后去润色 然后呢 你会发现我在这个插件后面呢 我接了一个均衡的插件 我用Q3在后面切了一部分 差不多切了150160的地方 当然你可以在 你完全可以通过这个AKG本身的 这里面的D频去减少 如果你认为有一些声音你是不需要的话 你可以切掉 因为这个声音是非常非常厚的 所以呢 有的时候 尤其是用的人生上放在混音里面 你单独听的时候可能不觉得 但是放在混音里面的时候 你有时候会觉得D频堆的有些多 你就把它切掉一些 特别像用EMT的那种方式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听一下香芹 咱们再把这个 如果你放在香芹上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它的声音特别的圆 所以可以帮你去填补很多 你的声音中的缝隙 空隙之类的 我们把它放在两秒 然后呢 把低切点上 这个地方呢 我直接放在了音轨上 所以呢 我用百分之差不多不到10的 比例的一个混合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我就没有点这个Wet Solo 好 我们来听一下 这是没有很小的 稍微加一点点 音乐的声音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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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听到这个 整个这个混响的音味 非常非常的漂亮 所以呢 这个就是AKG的BX20 弹荒混响 非常非常的好听 如果你使用UAD的平台的话 你绝对一定不要错过这款插件 这应该是UAD里面 必买的插件之一吧 甚至我觉得不夸张的说 你为了这个插件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UAD插件 非常非常的好 你为了一个插件去开始投资UAD的平台 都是非常值得的 我很难想象你能找出更好的一款 模拟BX20的插件 所以呢 用UAD的平台的朋友们呢 千万不要错过 一定要去试一试 这是经典中的经典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别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天天下场 拜拜